快乐大北营 对你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有人说快乐大北营是树枝高阁的回忆 是舍不得写下的日记本第一页 是青春里的无限循环小树 也有人用铿锵的口吻写下了闪耀着喜悦的鼓励 他们说快乐大北营是带走乌云的吸尘器 是舔不化的糖 是热死也不愿意脱下的校服 是跑完八百米的冰可乐 是整个西瓜中间最甜的那一口 甚至是盐巴 是主食 是惯性 是日常 而庄定在大多数人心中的 竟是质地有生的同一句 快乐大北营 那是我的整个青春啊 慢慢时间无以言谢 我只能带着你们一起私奔到 只属于我们的狂欢嘉年华 欢迎各位来到Vivo冠名的快乐大北营 二十周年特别节目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一起来到我们的狂欢嘉年华吧 为了答谢一路以来支持快乐大北营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搭建了一个超级梦幻的嘉年华 在这里观众们才是真正的主角 今天只有一个宗旨 就是为观众们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 是不是很贴心呢 站住站住站住 啊 啊 哎呀 成功了 成功了 哇 哇 好吃 哎呀 好幸福 哎呀 好吃 欢迎光临 吃饱了喝足了玩够了就要到我们这门休闲一下对 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要呼的两位粉丝 我养了十几年的老骨头让让你给我捏一下肩膀 你的老骨头让我就把更老的骨头来服务 来服务你好吗 你画的是 我画的是这个女孩 啊 他画了你哎 好可爱啊 快乐大饼的女粉丝都值得被宠成公主 哎呦 还有皇冠 好 开心吗 开心 哎呀我的天哪 怎样 吓死我 你开心吗 开心 人家来快乐大饼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中间的姐姐 请你说说你对我们快乐大饼二十周年的祝福好吗 快乐大饼我一直跟着看到看到现在看到二十年呢 很喜欢 哇 哇 谢谢 我也很开心的 好 大家继续美好不好 谢谢你们 好 接下来到了我们的何影车 小小 不 你看看 一二三 为什么要在我们一二十周年的时候是这样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刚才在这个载道上呢我们其实布置了各种互动的区域 把最温暖最贴身的服务呢送给我们喜欢快乐大饼的观众朋友们 而在这个门的背后是我们为快乐大饼二十周年全新推出的全新的舞美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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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一起进入到快乐大饼的全新机员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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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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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我们二十周年的特别节目的第一场 我们迎来了快乐大比赢的又一个全新的舞美 大家喜欢吗 太好看了吧 高级 而且全场都是LED 演唱会才会有这样的 而且你发现是曲面 而且人家只能搞一场 而且是曲面 每周六 裴总理 好 今天呢二十周年我们很高兴跟这么多亲爱的观众又一次相聚 我们这期节目呢只有一个心愿 就是向我们亲爱的观众来表白 我们首先呢也请到了观众们最喜欢的偶像们 大家好 我是欧阳娜娜 大家好 我是陈飞宇 有一部电影我要给大家介绍了 就是我们陈飞宇和欧阳娜娜主演的叫秘果 我在电影《秘果》中饰演的是段博文这个角色 我饰演的是她的发小玉痴子 希望大家7月7号可以进影院支持电影《秘果》 好 支持 支持 对大本营说点什么呢 祝大本营20周年生日快乐 谢谢大本营 谢谢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佳伦 我是牛俊峰 大家好 我叫小小雷 歌手 演员 乒乓球运动员小白欧阳娜娜 我们是SNS48 黑酒少年团 希望后来时间快乐大本营都与你有关 与快乐有关 后来的时间快乐大本营都跟你有关 因为她的书叫后来的时间都与你有关 我们祝快乐大本营 今春永住有无数个20周年 我人餐之间 但是今天一定要送观众们上天 今天非常有幸能够来到20岁的生日派对 希望快乐大本营 永世长存 永世长存 我的天哪 我们五个觉得后面一股压力补一下 好特别的祝福 被压都起不来 你知道吗 也希望快乐家族 永世长存 我的天哪 可以 别客气了 谢谢 但是我们更要把我们的祝福送给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对 送给我们观众 今天我们有一些惊喜要送给现场的大家 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收到一份意外的惊喜 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有好运 好不好 祝福大家 那今天来的很多观众呢 我告诉大家 其实对你们的很多人 我们非常的了解 我们接下来 要来到你们的中间 要讲一些你们的故事 好不好 我们要找到谁身边呢 怎么样 近距离的看我们本人有什么评价 清新剪短发美不美 听听群众的呼声 好谢谢 我觉得这个节目就应该到观众当中来做 对啊 来做一下 我已经找到你 我已经找到你 我们掌声欢迎这位粉丝 小关同学 欢迎小关 看开蕾大饼多少年了 十年 十年 最喜欢的环节是哪个环节 科学实验站 好有品味啊你 对啊 高中的时候我在我们学校的电视台 担任台长 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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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让我们一起叫观台 你好 观台 主任导你好 然后我们就根据阿阿阿科学实验站的实验 然后做了一些小的实验 那个时候我问我们师弟师妹啊 就觉得我们这个新栏目怎么样 然后他们说 我在星期三的时候 在学校看了一个小型的快乐大饼 哇 中三让周末提前到来 谢谢你 在学校为我们宣传快乐大饼 我们也为他精心准备了个礼物 是乐高为快乐大饼二十周年 打造的五美模型的 鸡木 鸡木 这个全世界只有六个人有 就是我们快乐家族和你 好的 手好啊好不好 好 接下来我再为大家介绍一位 你好 请起立 给大家介绍一下 你叫什么名字啊杨阳 你叫什么名字啊杨阳 我叫杨阳 杨阳跟快乐大饼有一个 让我觉得很感动的故事 就是其实之前 可以说有一段比较难熬的时间 是大本营陪你度过的对不对 跟我们说说看你当时的情况 就是当时我是高考失利了 那段时间 老师换音乐换好快 我都没准备我都快哭了 高考没考好然后呢 然后就非常难过那段低谷期很难受 反正之后我就看了快本 然后非常开心 我知道你有一个跳舞的梦想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 家里不是很支持是吗 对 就是当时我是艺考失利 然后家里面不允许我继续读书 读艺考 可是你现在还是在从事 跟舞蹈有关系的工作对吗 因为我喜欢 我喜欢跳舞 所以我坚持 有没有想过在快乐大饼的舞台上跳舞 杨阳 来啊 对 在那之前我们还有一份礼物 来了 这是快乐大饼的20周年的特质礼包 里面有防晒衣 有T恤 有手机壳 很多很多限量的 全球第六个 对 好 旁边这个人信得过吗 放到这儿应该没问题吧 让海淘在那儿给你看着 没事 来 我们来掌声欢迎我们的舞蹈演员 杨阳上台 这个视角是很多观众没有的视角 是站到台上看到快乐大饼的观众 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 哇 好壮观 好壮观对不对 可以说 事实上快乐大饼 其实一直有一个记录就是 现场的观众最多的综艺节目 就算是快乐大饼 别紧张 我们陪你 好不好 好 你准备好了就告诉我们 就把你的音乐给你好不好 好 杨阳加油 杨阳的舞蹈时间 马上就要开始舞蹈表演的幸运观众杨阳 此刻并不知道 还有一份更大的惊喜 还有一份更大的惊喜在等着她 杨阳最喜欢的艺人陈伟婷也提前练习了这段舞蹈 她将会登台和杨阳一起跳舞 好不知情的杨阳一会看到这份领悟时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惊喜马上揭晓 是 不可能 正趣的体重 i want to cut to the feet shh-ra-ra-ra-la-la-ra-la shh-ra-ra-la-ra-la-ra i want to cut to the feet i want to cut to the feet 好感人 杨阳根本不知道陈伟霆会来陪她跳舞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也是第一个看她综艺节目看过来的 其实那时候我真的就是高考低谷期 我因为看了 我因为看了韦婷哥的采访 我学会了两个字坚持 我就坚持过来了 对 她真的教会我很多 真的 我真的很谢谢她 真的 我们是不是对你很了解 你是不是最喜欢陈伟霆 是 就是 都感动了 就觉得好味道高兴对不对 她其实从开始跳舞我就觉得 哇 这圆梦了 然后后来美婷上来跟她 我就觉得好棒 突然间刚才唤起我一些回忆 就是我每一次上快本我都会很紧张 所以不但你 然后我在后台 不要紧张 算了吧 我还是紧张 哈哈 因为我记得我第一年应该是四大名补 我最记得就是有一天我在横店拍戏的时候 在吃饭开到电视机快乐大本营 然后呢我的公司就打给我 你拍完这个戏有机会上快乐大本营 我说哈 是不是真的 然后他们说是 然后我当时候就跟同事说我的国语不好 然后我又听不懂国语 那怎么办呢 但是我要在这里要谢谢娜姐 我第一次上快本的时候 娜姐是不停地找我说话 给了我很多机会 谢谢娜姐 对 我也很幸运可以参与快乐大本营五年 我可以陪大家 二十年之中的五年 可以陪大家一起走 我也觉得很感恩 谢谢大家 不是 是真的 是真的 我觉得好感动 是因为陈伟霆鼓励了杨阳 而我们快乐大本营又鼓励了陈伟霆 然后观众们又鼓励我们 所以我们就好像是一个正能量的一个链条 大家都互相在这个非常简单又快乐的舞台上 把彼此的勇气传递 那其实我们还偷偷了解过杨阳有一个心愿 想要得到一份陈伟霆亲手写的祝福 是不是 刚才已经给你了 在那个盒子里面 陈伟霆早就为你写好了 但是 因为这是你的时刻 把那个祝福留给你自己 慢慢的 在你想要打开的时间慢慢的去看 好不好 我们再一次祝福杨阳 谢谢伟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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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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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欢迎丽颖 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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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想请丽颖代表我们给清清送去你的祝福 好不好 好 也再一次谢谢莉颖 等一下再来跟我们做游戏好不好 好 好 莉颖请休息 4月29日起 每周六晚10点 一叶子面膜 我想和你唱 大本营 现在继续 一叶子面膜 欢迎各位回到由Vivo冠名的快乐大本营 我们是快乐家族 我们的节目呢 29年的特别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最右APP的合作 那么最右APP呢 其实在跟我们快乐大本营的合作过程当中 有人说他们就有点像APP界的快乐大本营 因为大家都说看搞笑视频就上最右APP 但事实上呢 在这个最右APP里面一些搞笑视频后面的一些评论 也非常的好玩 也非常的搞笑 对 有的时候看评论能笑一天 你先回复太好玩了 而且呢有一些其实最右里面的功能 大家可能还不知道 比如说大家现在说聊天不能缺表情 那如果 对 如果我每次发的表情都是比如说 谁都有的就没意思了 但是最右APP里面有一个功能就是 比如说如果我要跟娜娜斗图的话 我就直接上传一个娜娜的照片 最右APP就可以帮我做成一个很搞笑的表情 这个很难 我一直想做这种 再配文字我发给你 然后我又把你的作者发给你 然后你就 你俩干啥呢 我俩斗图呢 你们就已经是最搞笑的视频了好吗 对 因为聊天不能缺表情嘛 对 好 我们再一次感谢最右APP对我们快乐大本营 20周年特别节目的支持 谢谢 对 接下来呢我们要 惊喜表白的是 几位姐妹花 是这样我们节目组前一段时间收到一位老师的私信 大一的时候老师呢 这位班主任呢承诺他的学生说 有机会一定要带他们来快乐大本营现场看一次节目 但是现在已经四年过去了 马上要毕业大家要各奔东西 老师还是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 就觉得很愧疚 于是呢 老师也搞不到票 于是老师就给我们留了私信 我们说那这样的话 我们是可以帮助老师来实现这个心愿的呀 但是呢我们少了一个小小的小惊喜 是这样 我们没有告诉这几位同学 他们是来看快乐大本营 我们假装是精英计时频道的记者去采访他们 他们以为是参加了一个大学生毕业风采的一个访问的节目 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要来快乐大本营 而现在他们已经来到了门口 我们掌声欢迎这几位同学 欢迎 来 各位 同学这边请 来 来 各位 我们去屋里暖和暖和 欢迎三位同学 好 来 来来来来来来 请到舞台上来 来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自己的名字好不好 你叫什么 我叫戴忠贝 是那个很多笔画的戴 然后忠诚的忠宝贝的贝 很多笔画的戴 以下就记住了 记住了很多笔画的戴 对 好 大家好 我叫孙蔡然 蔡然是那个蔡然一少的蔡然 大家好 我叫张慧敏 龚长张智慧的慧敏捷的敏 我还是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你知道现在我们在录什么节目吗 是快乐大笔 欢迎 欢迎你们三位作为我们的惊喜观众 来到快乐大笔 二十周年特别节目的现场 觉得可能像在做梦对不对 是这样 你们前一段时间是不是接受过一个 精英济世频道的采访 对 实际说 当时说给我们拍一个纪录片 关于毕业季的纪录片 那些精英济世频道的记者 就是我们大笔的导演扮演的 我们听听看观众们 路人们对快乐大笔的真实想法 我们看一下几位同学说了些什么 来 请看 精英济世频道 关于电视专业毕业的大学生的 纪录片采访 现在开始 你们是学的是什么专业 广播电视编导 你们有想过自己以后 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吗 就还是和专业相关的吧 你们平时喜欢看什么样的节目 看综艺节目吧 喜欢看《西发书》 《拜托了冰箱》 《极限挑战》 吐槽大会 新一点的 然后比较刺激一点的 时间可是在一分一秒的过去 四位同学却始终没有聊到 快乐大本营 终于编导还是忍不住直接发问了 回到卫视的节目你们喜欢看吗 导说特别喜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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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她美子啊 反正从开始看电视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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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直看回到卫视吧 看什么呢 快乐大本营啊 天天降上呀 快乐大本营啊 快乐大本营啊 快你以前 记不清了 很久了吧 好久 不是大本营的真爱粉吗 怎么会这都记不起来 我靠现在给你们说出一个 因为你们喜欢的快乐代美女环境 你们还想不起来吗 史诗卧底 那快乐家族呢 快乐家族以前我觉得 我很喜欢他们 但是现在就觉得还好吧 为什么呢 可能以前小不懂事 哎呀 可她美子 什么东西吸引我们当时 然后现在为什么不看 当时应该觉得特别搞笑吧 然后当时在那个年代的话 那个年代 我们的程序已经算是 比较吸引和出众的了 现在的话像这种娱乐节目 从不不穷 原来那种老节目 对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原来那种老节目 原来那种 20年了 有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那一个我在星期六的晚上来到Vivo冠名的 老老老老老老老 老节目 如果你快乐的话要老节目 不快乐的话都要快乐 老老老老老老节目 四位同学 让我们在老节目的现场 好好聊一下吧 哎呦 还有一个人呢 还有一个人在哪儿呢 在哪儿呢还有一个人呢 那位同学去旅游了 去旅游了 现在说实话说不清楚台上五个人尴尬还是三个人尴尬 还是我们三个都尴尬 是没来的那个最尴尬 在家苦呢 是这样 首先第一点 我们既然会把它播出来 就说明你们说的每句话我们都往心里去 我们都会听住的 我们都会听住的 对 往心里去 我们还会记你们20年的 也容我身边一下 你都已经半年多或者一年都没看了 其实你也不知道快乐大名做什么样的改变 对不对 所以呢有的时候 在给一个节目贴上老节目标签的时候呢 可能可以最近看一下 也许老节目又翻了新花样 第三点呢 千万不要觉得喜欢快乐家族是一个不懂事的行为 因为现场有这么多人 人都不懂事 但是我觉得观众朋友们对我们的希望和建议 我们其实是很在乎的 我们也知道一个节目都20年了 你说它还要给观众带来新的感觉 特别是不断想要追求新的刺激 新的享受的年轻人 快乐大名永远不让大家失望 是很难做到的事情 所以呢 你们今天有没有什么对快乐大名的希望 今天既然来了就别客气好不好 这三位的脸跟进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欢迎三位同学 我就说他们怎么往前走的时候还往后挪了一下 惊喜变惊吓 因为你们是编导专业 但其实现在也还是很棒 现在也还是很棒 怎么话功能转了 完了完了 已经晚了 怎么不一样了 我说的好了 好 谢谢贝贝啊 贝贝说得好 那灿燃 灿燃说一下 那我就希望以后我可以陪着大名永走过一个又一个二十年 一个又一个二十年 开始表决心 那这样好了 如果说有一个机会可以让你来快乐大名当编导 你愿意吗 愿意 去快乐大名还是去奇葩说做编导比较吸引力 快乐大名 这么圆滑 昆明说说看 嗯 其实觉得快大名其实真的是蛮好的概念 你是不是也没想到我们会把这些播出来 对 我就是没有想到 好 其实你们还有一件事情没有想到 就是我们快乐大名其实派出了一位特别的使者 在学校向你们发出邀请 但是你们可能都没注意到 到底是谁或者在什么时候可能没注意到 所以下面这个短片我们来看看我们派出的这位特别的使者 到底是谁 来 请看 哈哈哈哈 她有位在配合经营迹事频道拍摄毕业照的四位女生 完全不知道这是我们为了挽回她们的心 而准备的一个惊喜 此时我们的惊喜特派员也在悄悄向她们靠近 她就是 黄子涛 这次你是我们的那个大北二周年的惊喜特派员 然后由你来给他们送出这个惊喜的邀请函 没错 今天的惊喜任务需要特派员黄子涛 在不被同学们发现的情况下 带着大北营的邀请完成三次和他们合影的任务 如此刺激的挑战她能够完成吗 不紧张 这有什么紧张 我见过大场面的人 看什么 看什么 走吧 这是第一点 啊 看这里 看这里 看镜头美美的 三 三 三 OK 看我走快点 哈哈哈哈 别靠面 翠花快点 别靠面 没注意吧 没注意就是 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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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哈哈 哈哈 第一个小任务完成 我绝对成功了 我要没成功 我从车上跳下去 哈哈 哈哈 我说涛涛啊 可别太早夸下海口啊 难度升级的第二关 可没那么容易 妈妈 told me not to waste my life she's a special joke 雙手提起来 都摆一个阶级的好吧 第一个 来 一二三 再来看我 加开心 哇 我觉得这太简单了 我得挑战一下 那我就展现一下我这个冰王的这个速度 what 是因为在人群中的阿民 你没看 我没看到 差点被发现的涛涛会就此放弃吗 当然 不会 没发现 第二轮挑战也惊喜完成的黄子涛自信心爆棚 竟然开始主动和路人搭讪聊天 哈哈哈哈 你们往那边走就看着叫立委去 不许 哎他们俩都在那边赶紧他们开发布会了快快快 立委一半啊 立委一半哈哈哈哈 我这个身子还看不出来我是黄子 看什么玩笑呢 我觉得现在我玩这都一点意思都没有 so easy 我现在要玩一个大 我要悄悄潜入他们的背后像一个刺客一样在他们的身后 没错最后一轮正如滔滔所言 我们要玩个更大的 他必须在正常合影的超近距离内完成同框合照 惊险而刺激的最后一轮让我们屏息以待 来 往这边来 来 往这边来 来 看前面 我来 看我 看前面 看我 看我 来 不要管后面的导演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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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ates 给我 来些工作人员的合议来吧 我们一起拍 上сли HTTP 注意精神他在这里这里 注意 注意精神他在这里这里 奇怪同学 这三张来之不易的合照 你们满意吗 也恭喜我们涛涛 惊喜成功送达 快乐到北营欢迎你 黄紫涛 我觉得很帅 好酷你 太帅了 之前跟同学们一起完成这个任务 然后你看看他们 好熟悉吧这些 就是你们 从你们那儿跑过去也不知道是我 我就是那身材没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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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关系 记着了 真正记仇的来了 好 那个我们谢谢涛涛了 为我们完成这个特别气话 那天其实很惊险 但是后来听说去上厕所的时候 被同学们发现了是不是 追着你跑 然后自尊心得到了满足 然后自尊心得到了满足 对对对 对 可能就是我身上那种赫尔蒙跟 没了 三位 不能让你们白来 不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看快乐大饼了吗 决定送你们三个人 每个人 五年的芒果TV的会员 随时可以在网上看快乐大饼好不好 另外每人送你们一部Vivo Xperia 6手机 来 有涛涛 来 涛涛来 涛涛来 嗯 送给你们 送给你们 就用我们的这个手机 上面有那个会员卡 来 说说你们对快乐大饼的评价吧 这个老节目 我太爱喜欢快乐大饼了 关键是因为你们也是半个同行 以后看到我们节目有什么意见 也多多给我们留言 让我们能够做得更长一点 真的 真的 多给我们提意见没关系 真的多给我们提意见 只有有听到你们的声音 我们才能够进步好不好 三位同学 你们建议跟我们五个人合影吗 一起来好不好 一起来好不好 来 最喜欢什么节目呀 快乐大饼 好 谢谢 涛涛请留下 接下来我们会再请出 韦婷和丽颖跟我们一起来 做一个危险你回吗的游戏 好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我们VIVO冠名的快乐大饼 二十周年特别节目 今天我们表白观众 开放我们的节目 为观众近距离地来接触 自己喜欢的嘉宾 危险你回吗 游戏规则 台上的各位嘉宾和主持人 接下来要接受来自 学生观众们的一对一提问 不管听到任何问题 都必须马上做出回应 注意 这其中也会有犀利提问 能不能完成危机公关 现场神回复 就看各位的表现啦 首先要接受提问的是 陈伟霆 赵丽颖 黄子涛 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在等着他们呢 我要 我要问涛涛 好 问涛涛 涛涛来了 陈伟霆 呃 语啊 语 那你往前站 唱一段 Premise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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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ing a story but body now your body 不要 接牌 别到时候又给我弄成 那什么错位rap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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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ing a story but body now your body mew mew is looking glossy what the tags no one's watching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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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ver let you go never let you down oh baby we lay you down I fly high 大家说帅不帅 666 能握个手吗 可以 你就这么点要求 你太没至上 行吗 好 来 哇 好漂亮 你想问谁 我想问陈伟霆 等一下 你要问什么 我会捶你的 一个 你不会捶我的问题 可以 来里问吧 卫婷 我可以 要你的电话号码吗 哦 喂 你是谁 我是毛毛 毛毛毛是谁 呃呃 一个超爱你的人 有多爱 呃 比 呃 这里所有人都爱 啊 都爱 忍一下 你知道我这里 有很多人吗 我知道啊 好 你想说什么 想问什么 我就想问你的电话号码呀 我们不是在通电的吗 好 下一位 你想问谁 我想问韦婷哥 韦婷哥就是我最近 刚刚失恋了 你可以安慰我一下吗 我觉得这是感情 没有配音呢 我还以为有那个配乐 我觉得每一段感情 过去了就过去了 是你的就是你 不是你的就不是你 但是呢 你放眼看世界 你会觉得要千千万万个男神 就在你面前 你有很多选择的机会 所以千万不要不开心 那我可以抱你一下吗 好 嗨 嗨她看到别人问的都是女生 一直在这边旁边发脾气 好 下一位 我想问紫涛 涛涛 怎么都是男的呀 就是看来我的魅力还是 就是男的比喜欢我更多一些 紫涛 你好 其实我应该算你们的老分了 根本都知 其实你和陆寒的关系思想很好 是 是 是 然后我觉得你一直以来 给众人的形象都是一种很潮 很帅的形象 但是我个人觉得可能陆寒 比你更帅一点点 你什么 你怎么看 我个人觉得陆寒 更帅一点点 你怎么看 怎么看 就是我觉得吧 陆哥虽然表面看起来特别美 但是他心里特别纯颜嘛 这点是毋庸置疑 你知道 但是我也有我的魅力 这我的魅力是独一无二的 为什么 因为我是黄子涛 谢谢 好 我也希望你们回来之后 能够都找到一分自己能够发光发热的天空 一起加油 那必须的不用你担心 不用你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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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涛涛 有女生来了 我 你是要问黄子涛吗 对 我要问黄子涛 我想问一下黄子涛 我可以拍你吗 你什么 你拍啊 就是你要什么拍什么 恐吓粉丝 就是你不是不喜欢在那个机场上被别人拍照吗 不是机场 就是私底下的时候 你偷拍我 别让我知道我觉得是OK的 你明白吧 就是你别拿着手机怼我脸上拍我是没关系 我走了你随便怎么拍都行 假装拍一下吧 假装拍一下吧 你也够无聊 然后抱一下吧 好吧 抱一下 我先敲一下再抱一下 我想问韦萍哥 好 请去 我想问你 在你合作过的女演员里面 有没有哪个是你喜欢的理想型呢 好 来 我们请陈卫婷回答 陈婉也要打 首先呢就是作为一个演员呢 你必须得专业 就是每拍一个戏呢 你就 你就不能说 这个是我理想型 这个又是我理想型呢 不能这么花是不是 但是呢 拍戏的时候你不投放一点感情呢 戏又不出来哦 你能慢慢 你能慢慢 我是有时候有 有时候又没有这个认为 我也不知道 就是反正我就做一个专业的演员好不好 好 下一位 谁来 我 好 请 我想问盈宝 你去吧 你合作了那么多的男神 我也想问一下你的理想型是谁 你可以把我刚才的答案重复一边跟她说一次就好了 复制 粘贴 那我还想再听一下不一样的答案可以吗 暗无解 那我可以抱你一下吗 怎么这么想吹你 谢谢 来 掌声给她们 听说还准备了一些问题要问快乐家族是吧 我们加快节奏好不好 谁来 谁第一个来 我来 我想问一下娜姐 特别想问一下之前你就是那天晚上把微博删掉了 然后就是为什么呀 不要打了 哪在外的 哪在外的 你为什么怒山微博 首先我想问一下怒山是从哪来的 是谁看见我的怒山 是谁在我旁边看见我的怒山吗 我是愉快地决定不在微博上公开分享 谁说我是怒山 你是微笑的山 哪个单位说的 这是一种谣言 转发500我得告他 对 姑娘在这你就吓唬人家 别吓唬人家 抓起来 吓得粉丝 我多害怕了 别害怕 别害怕 来 好 到我们是这个尺度 我要提问的是佳佳 嗨 我不要问你犀利的问题 我是想说你这人真的很瘦 前一段时间 微博不是爆出你暴瘦吗 你是在减肥吗 我没有减肥 那你没有减肥 你咋瘦这么多 咋瘦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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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为身边的人都在减肥 但是瘦的却是我 好 好了 我没有就是刻意减肥 但是因为我前段时间胃有一点不舒服 所以医生告诉我要少食 就是刺激性的食物 所以我一般是喝粥啊 然后吃些蔬菜 所以这个我要告诉大家 如果真的大家想瘦身的话 这个还是真的挺管用的 就是吃的稍微素一点 忌口一点 所以就这样很快的瘦了二十斤 嗯 那二十斤真的算暴瘦欸 没 我那个就不是怒山 他这个是暴瘦是OK 我那个不能是怒山 你要好好吃饭 我和粉丝都祝你健健康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好 下一个 来 下一个 来 我想问海涛 有什么话就聊吧 你现在就是 经常有时候看到新闻你说 你是娱乐圈的隐形 不好啊身家都上亿了 然后富业搞得这么成功 你是想为离开快乐大本营 你做准备吗 我的天啊 哇 真的 我说几个事啊 嗯 那个隐形富豪是真的 还没上意 我可以 没上意也能叫隐形富豪 我们就不要深究好不好 我富业可以做得这么成功 真的是感谢快乐大本营 感谢快乐家族 我感谢快乐家族 和在座的每一位观众 和电视节目的观众 真的特别感谢 谢谢 觉得你女朋友好幸福啊 好幸福啊 那就 他不要拥抱 不表示一下 可以啊 这么为难啊 他这样海涛说 不表示一下 他 好 好吧 而且海涛抱着的时候 他刚才脸侧到我这边 还叹了个气 哎 而且 而且离开是仓皇离开 好还有谁 还有谁 想问行姐问题 行姐 嗯 就是那个你也有一定的年龄了 对吧 你什么 想问你 你说啥呢 谁有一定年纪了 来你问吧 嗯 嗯 就是想问你 为什么还没有结婚呢 嗯 关你什么事 关你什么事 结婚结婚 赖我吗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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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是一个人说了算的吗 好 找得找我不就结了吗 你你给我找一个呀 觉得我怎么样呢 觉得我怎么样呢 啊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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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比你强点啊 哈哈哈哈 我不也等着了吗 哈哈 好 谢谢你的好意啊 谢谢你 谢谢我努力 我努力 下一个下一个 好那个妹妹来 你要问谁 何老师我要问的是你 好 来 嗯 何老师我很喜欢你 我今天要问你的一个问题就是 嗯 我现在在很多其他节目 都可以看到你的身影 嗯 但那你现在是不是已经不重视了 这个快乐大等营这个节目了 喂 黄老师组了好多家族 哈哈哈哈 哎 哎 比起这些问题我瘦算什么呀 哈哈哈哈 哈哈 我瘦得了 我 啊 啊 啊 确实是做了很多节目 主要吧 我没有什么产业 哈哈哈哈 所以 是这样 我觉得大家知道快乐大饼二十年了 那么我们在这个舞台上呢 希望能够给大家很多不同的心意 那我个人觉得有的时候去到不同的平台 不同类型的节目 其实也是在学习和吸收养分 目的是回到家里的时候能够更好的为大家服务 能够让自己呢有更多不同的面 可以向快乐大饼的观众不不断的输出新的东西 所以呢 孩子出去扑腾翅膀 终归是要回家的 对 所以 放心 就是 其实我们快乐家族的五个人都是 我们不管有多忙 所有的行程都是要等快乐大饼的日子定下来之后 我们才去在其他的空档去安排别的工作 二十年来都是这样的 所以呢 这个是不会改变的 快乐大饼永远是我们的第一首选 一定是不会改变的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好 我想把我们观众席的灯光亮起来好不好 我来咯 快乐大饼二十年了 这二十年真的有很多的观众是一直陪着我们 可能有的人是从自己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守候快乐大饼 然后到现在他都有了小朋友 然后带着孩子在一起看 对于一个电视节目来讲 能够在每个星期六的晚上 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的观众成长 对我们来说是一件非常温暖也是非常骄傲的事情 那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这个朋友呢 可能快乐大饼的资深观众会觉得他很眼熟 我们掌声欢迎何静 你好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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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叫什么 这么可爱呀 为什么我说资深的观众会觉得眼熟 是因为在快乐大饼15周年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个特别企划 当时呢因为何静是在美国生活 我们当时呢派飞机去拉斯维加斯把他接过来 到快乐大饼的现场 而且呢也是在那一天呢 他接受了他先生的求婚 阿斯维加斯 拜拜 马上我们来了 马上我们来了 我们欢迎我们快乐大饼的贵宾 我们的何静和流泪 谢谢 你好 哦 两个了 所以我刚准备说五年过去了 你俩还好吗 现在应该说你们一家人 真的啊 你好 你好 你认识我吗 你认识我呀 我上次见到你妈妈的时候还没你呢 怎么样 这五年过得好不好 好 过得很幸福 15周年感觉还在昨天 包括我身边的朋友都特别羡慕我 感觉我特别幸运 其实我也觉得我很幸运的 其实我们也很幸运 可以见证你的人当中最幸福的那个时刻 但是我们更幸运的是五年之后 可以看到你们更幸福的一家 四口又来到快乐大本营 这五年还在看我们的节目吗 对 还在看 最喜欢的艺人是谁 上大本营的 张杰 宋小宝 张杰和宋小宝对不对 好 今天是这样 既然又把你从美国飞回来 今天要给你安排一个特别的礼物 然后可能要辛苦一下先生了 我要把他带走一下 可以吗 这么懂事 好 来 你好 请坐 五年不见了 你的宝座 屋里坐 欢迎 欢迎 来 何静请坐 这个位置是你的 接下来这个小剧场是专门为你准备的 接下来 何静的专属剧场时间 开始 欢迎宝哥 你能不能好好演 你被扎成这样 你一定饿呢 认真一点 不是 我刚刚演我演紫薇 他演什么 我一想起来就搞笑 好搞笑 再搞笑也没有 最右APP里面的是什么搞笑 那里面的东西特搞笑 评论更搞笑 都让你笑一天的呢 我这么说行吗 何老师 谢谢你 好 好 来 好好演那那 你干什么 永莫莫 你干什么 永莫莫 升级油 你知道吗 你把我的腿都扎断了 你把我的腿都扎断了 小紫薇 小紫薇 你现在你学坏了 我怎么学坏了 我扎的是你的背 他就是腿断了 扎你背 你说腿断了 你跑我这碰瓷了 你看吧 你真是胆越来越大了 好 这我要扎你了 不要扎我 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了 我这是在哪里 儿康 儿康 对 我在这儿 你真懒意 你看看我 看看我 身体 天地和 才敢与君爵 你腿里会掉下去了 儿康 我怎么都看不见了 来 我们吃药 好吗 啊 思薇呀 思薇 这一瞬间我还没想扎呢 你就看不见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看见的 看不见的 瞬间的 涌成的 我告诉你啊 今天怎么发落你 你听 你听谁的了 就请皇后娘娘 好 皇后娘娘 容啊 好好过 收拾如实 这鸭子骗你 走 好 皇后娘娘 咱们休息吧 去吧 回休息吧 我不能扎他 我告诉你 今天谁也救不了你了 有人会救我 不不不不 别着急 我看着几个人来了 你这样 你把脸撞过来 你好像上回电视看不见你 来 OK 那个龙某我看三个人来了 谁 二汤 吴阿哥 清哥哥 姑妈的来救死我来了 这是好消息吗 绝对好消息啊 去吧 好嘞 继续啊 我的救兵来了 阿哥 美乐大本营 现在继续 我的救兵来了 我的救兵来了 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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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 我告诉你们啊 想救紫薇呢 首先我有几点要求 你们几个轮班夸我 轮班夸我 你 夸你啊 我想 像您 身高这么 魁梧 那词 词怎么说来着 魁梧 你可以说 身材魁梧 然后长了那么高 你不去打NBA 你都可惜了 你知道吗 就这身高不去打NBA 为什么呀 哈哈哈哈 你要去打NBA 你就绝对让人裹上 球给扔里面了 我怕 啊 你说拿我当球 才扔里头啊 拉着我非常不开心 冲瓜 换眼儿 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板子 走过去 走过去 啊 走过去 你要我夸你去吗 对啊 你人间人爱 画见画开 彻间彻爆胎 过来啊 变相镜头 给一点自信给自己 你看看我们的对比 是不是很大 你这是夸我的吗 夸你 你这明显拿你当底板 我不废了吗 哈哈哈 都不行 容嬷嬷 容嬷嬷呀 哎呀好久没见你 你越来越白了 哈哈 空体雪白 空体雪白 你还没看到我 哼 过了呢是吧 对呀 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的喜白秘诀呢 我就是 我一年年不洗澡 哇 就白了 对呀 白的 哈哈 这么夸我都不行 那怎么夸就行 夸的不切合实际 那 我记得你们这会儿里的 不有个叫小样子的吗 小样子呢 哪回不挺好事的吗 这回怎么没来呢 小样子呢 怎么那翅膀感又飞了 你跑了 小样子呢 小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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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燕子呢 小燕子呢 没有 小 哎呀 小燕子来了 你这个小燕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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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还有专业的衣服 啊啊啊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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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吧美的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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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么长时间 我对你的印象是最好的了 我希望你今天你夸的能够 切合实际一点 林家大哥 没有架子 看到你很很亲切 哎呀你说的这我心里都都 哎呀暖洋洋的 一股暖流 你你刚认识你男朋友那会儿 还认识我吗那会儿 认识啊 他是沈阳人 他沈阳人 老乡啊 对 他穿着瞬色 行了 就这一句话就令我很感动了啊 令我很感动 还有一句呢 还有一句 对 白 牙白 我还准备一个礼物啊 最优优优独播剧里面还有一个斗图 宝哥做了个图送给你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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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白就你白 好可爱 好可爱 结个围好吗 大家可能没注意到 刚才何静一下就是眼泪就出来了 是因为其实我们大家看到中间好像有几个 我们不熟悉的人上来客串帮忙演了一下 但是对于何静来说 那个是很重要的家人 我妈妈 还有我姨 还有我弟 妈妈也来了 妈妈呢 快来 快来 因为好久没见了 刚才妈妈也没告诉她来 她不知道 而且她妈妈从来没有见过她儿子 哇 哇 小宝贝来了 去找姥姥去 认识吧 姥姥认识吧 认识我认识了 哎呀 哎呀 姥姥是第一次见到 姥姥 哎呀 第一次见到 恭喜恭喜 哎呀真好 哎呀又看到我了 这新姥姥 我认识我 不哭 姥姥不是每天都打扮这样的 对啊 姥姥是来演节目呢 好棒 哎呀 在快乐大饼的二十周年 陪伴我们这么多年的观众 我们特别高兴他们 喜乐融融 真正的快乐家族 真正的快乐家族 好不好 祝福你们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为快乐大饼的二十周年 要点亮生日蜡烛 生日快乐 游戏规则 舞台上摆放了一个大型生日蛋糕 但没有蜡烛 每轮 蓝队白德各派三人 参与蜡烛抢夺战 另外两名提供蜡烛的队友 藏在帘子后 游戏开始后 六人跟随音乐跳舞 并交换位置 音乐停止的同时 选定自己的站位 帘子落下后 六人要迅速抢夺蜡烛 并完成超蜡烛挑战 游戏过程中 何老师会给出口令 蜡烛要放进什么颜色的孔 并可根据情况变换颜色 每轮成功将蜡烛 插上生日蛋糕的队伍获胜 可为现场观众抽取奖品 加油了各位 点亮生日蜡烛的任务 就交给你们了 我宣布一下第一轮 要参与游戏的是 陈伟婷 维嘉 赵丽颖 凯涛 紫涛 欧阳 奶奶 好来 音乐 起 好 停 选定位置 好 准备 三 二 一 落 黄色 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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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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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组 蓝队要出战的是 任嘉伦 肖战 彭楚乐 白队是宋小宝 王国文 陈飞鱼 音乐 起 好 停 准备 开始 字幕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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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飞远飞远 小心点宝靠 红色 啊 啊 白队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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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 你们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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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像玩的另外一个游戏 可以了 可以了 可以放手了 可以了宝哥 可以 哈哈 可以了吗 哈哈 接下来我要宣布 白队 将要抽取四个横牌 所有对应横牌的 这四排的每一位观众 都会获得一套由 更适合中国宝宝体制的 飞鹤奶粉提供的大礼包 同时我们提醒电视机前 收看今晚节目的观众朋友 参与微信摇一摇 也可以领取飞鹤提供的 55周年专属粉丝的福利 好 是三排 十三排 十一排 十二排 好 祝贺这四排的观众 获得了飞鹤奶粉提供的大礼包 谢谢 请休息 谢谢 下一轮蓝色要参赛的是 陈伟霆 赵丽颖 吴欣 白队要参赛的是 宋小宝 欧阳娜娜 和许佳琪 这一次只有一个蜡烛的机会 好 来 音乐 请 蓝队怎么少一个人呢 丽颖她不能跑 她腿受伤了 好 好 三 二 一 开始 开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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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天哪 佳琪 佳琪 你去把宝哥拉开 拿宝哥痒痒 拿宝哥痒痒 那个没有用 那个暂时没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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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来 音符给我 好 我宣布 我宣布 换蜡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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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人 鸡烛 黄色 还是 蜡烛 蓝色 蓝色快 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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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会这么难 宝哥 停一下 我感觉这游戏好像就把俩玩的 我要求我白队换个人吧 我有点盯不住了 我前面要求换个人 因为我是我们这队的中流底住 因为我现在我觉得 我有点撑不住了 这样我觉得公平一点 其他人都离开 就剩宝哥在这守门 然后交给韦婷 好不好 好 宝哥 黄色还是黄色 宝哥把鞋脱了 塞到那个空里 好 来吧 好 来吧 好 好 什么 天呐 一只手 咋的 咋的 绝对是两个男人之间的对抗 宝哥你做到了 真的 如果说韦婷非常man的话 宝哥你也很man 真的 是我真的 我尽力了韦婷哥尽力了 太厉害了 好 好 两个通过比赛鞋也不见了 外套也不见的男人 好 那这样 这个礼物啊 蓝队要抽三个横排号 那每一排的观众 将会获得 由自然堂提供的精美的礼包 好 这三排都有啊 我觉得欣欣你要不 那个请哪比来帮你抽 因为哪比也是自然堂的代言人 对不对 好吧 是吧 丽莹也是对不对 自然堂 伟婷也是自然堂的代言人 我是 是吧 你也是啊 好 你们三位来抽啊 好我们开始哪一排啊 哪一排来 二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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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二排的朋友 好 红排啊 二排 好 来 四排 四排 好 卫婷 零六 六排 好 祝贺 祝贺 你们获得了 由自然堂提供的精美礼包 好的 刚才两队都成功一次啊 所以白队来 首先 黄子涛抽一个列 三八 三十八列 好 再抽一个牌 一排 还有一个 再抽 二十九 二十九列 八排 好 这位 这位女孩 还有这位女孩 你们两位获得是 TCL智能电视机一台 祝贺 这是快乐道别二十年 送给大家心意 希望你们会喜欢 谢谢 今天我们的生日会议 即将接近尾声了 那在最后呢 我们选择了一首 非常有纪念意义 非常激励人心的歌曲 在二十年的快乐道别 陪你走过之后 我们期望 还会有更多 陪伴您的快乐的时间 所以接下来这首歌 二十年后再相会 我们一起来唱 谢谢大家 来不及等待 来不及沉醉 来不及沉醉 年轻的心迎着太阳 一同把那希望去追 我们和心愿心愿 再一次约会 让光影见证 让岁月体会 我们是否无怨无悔 再过二十年 我们再相会 那时的山肉 那时的水 那时错过一定很美 残缘到那时 我们再相会 那时的春肉 那时的酒 那时错过你更心醉 在北远到那새 去 medida 那时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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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の水 你不及耘不 Monte 就是这样jam 垂圾an 那时的水 那是我們在相會 那是你的你 喔那是我的我 那是成績裡的行為 那是你的你 喔那是我的我 那是我們在相會 花時期的醒一杯 那是我們在相會 大本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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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周年 二十年 二十周年 生日快樂 致敬經典 開門大集 驚喜嘉賓震攝全場 起聽 這是卡帶啦 起答題 不對 不可能嗎 是誰啊 楊穎 張晃 張諾 王祖蘭 謝諾 張奕馨 吳馨 帶來讓你笑破肚皮的驚喜表演 跟我來 這境溫暖 見字如面 誰的文字更打動你心 十二年呢 足可以讓一個天真的小少女 成長為一個依然純真的 美麗女人 抬頭文 已經可以夾著一隻 蒼顏 這境快樂 隨時臥底 看他們演技與膽量齊飛 我的天啊 OK 我簡單提示一下王祖蘭在指你 那如果我指他呢 致敬知識儲備 看那些年電視圈激情痛重的努力 想戰略 真的太不容易 感謝永敏 感謝永敏神奇的同行們 下周晚 電視人的狂歡 我們一起共襄設計 謝謝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 Vivo冠名的快樂大本營的全部內容 好 謝謝大家 節目最後讓我們感謝合作夥伴 一抹透亮 立憲水光自然堂素顏霜 首席台網 合作夥伴飛河男粉 以及你好 漂亮對節目的大力支持 如果你快樂的話 要看快樂大本營 不快樂的話 更要快 快樂大本營 好 希望大家多多 跟我們快樂大本營的官方 微博微信互動 祝大家天天開心 祝大本營20歲 祝大本營20歲